在哪裡? 淋到在這邊 請你幫我把這兩個點抓出來 這樣可以嗎? 過這兩個點 拿出你的尺 沒有尺就拿身份證或健保卡 然後把它淋起來 要畫直線喔 要畫直線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那可以的話 我現在要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朋友請問你 20這個點帶進去 這一個直線的方程式會發生什麼事情? 等號會成立喔 對 20帶進去 2加0減2是不是會等於0 對 你如果把02這個點帶進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0加2減2是不是也會等於0 對 這條直線上的每一個點 它有無限多個點 這些點帶進去都會怎麼樣? 都會等於0 那我現在要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做什麼很奇怪的事情呢? 我在這個地方 我找一個點 這個點不在直線上 這個點在這裡 來 這個點的座標叫做誰呢? 叫做2 到點3 來 你把這個點 抓出來 然後左邊這裡 我要抓圓點 來 圓點抓出來 這個點叫做00 我等你喔 你知道我要做什麼事情嗎? 請問你喔 23這個點 帶入這一條直線的方程式 帶入s加y減2 請問你有沒有可能會等於0? 絕對不可能 因為帶進去會等於0的那些點 就在這條直線上 這個點並沒有在直線上 所以這個點帶進去不會等於0 不會等於0 只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比0大 一種是比0小 我們來帶帶看 來 23這個點帶進去 2 加3 減2 請問你發生什麼事情? 它是大於0 唉唷 喔 喔 在這條線右邊 找一個點喔 我現在只有找一個點喔 帶進去 大於0 唉唷 好妙喔 那如果我找00呢 這個00這個點 在這條線的左邊 我把它帶進去喔 0 加0 減2 同學你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情 小於0 欸 開始你會有一點感覺喔 開始有一點感覺齁 先來介紹一個名詞 哈囉 一條直線 通常 我講通常是指 它可能有例外 但是通常一條直線 會把一個平面 就黑板這個平面 分成左半部跟右半部 這個叫左半平面 這個叫右半平面 你把它寫上去 來 這一個喔 這一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我用紅色的粉筆 稍微幫你畫一下斜線 來這一個部分 在這條直線的右邊的這個部分 稱為叫什麼平面呢 稱為叫右半平面 來下筆 下筆 這叫右半平面 右半平面 好 然後左邊這一個呢 叫做什麼平面 叫做左半平面 哎呀 來 我用綠色的粉筆 來 我用綠色的粉筆 這一個叫做左半平面 然後我要跟同學講一件事情喔 我個人的習慣是分左右 有些老師 他是分上下 你仔細聽喔 有些老師把這個地方稱為叫上半平面 把這個稱為叫下半平面 但是我多年的經驗告訴我 我們不要看上下 我們看左右 這樣可以嗎 我們先把我們之間的那個講好 以後一條線 會把這個平面分割成兩個部分 這個叫什麼平面 右半平面 哦 這個叫什麼平面 在左邊的這叫左半平面 這樣可以喔 然後你剛才突然發現一件事情喔 在右半平面上找一個點帶進去 你有沒有發現會怎麼樣 會大於零 在左半平面找一個點帶進去 會怎麼樣 會小於零 請問同學 你覺得這個是真理還是巧合 如果我每一次都在右半平面上找一個點帶進去 你覺得他都會大於零嗎 你覺得會還是不會 會 我告訴你 這個是真理 這不是巧合 所以這一個地方 我告訴你喔 這一個右半平面上的每一個點喔 不只是這個二三 每一個點喔 只要是在這個右半平面上 你把它帶進去 永遠都會大於零 這一個區域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什麼區 你知道嗎 稱為叫做正號區 來寫上去 這一個叫做正號區 好 我再開始建立你的一些觀念 這一個區域叫做正號區 在你的每個點帶進去都會大於零 我還沒有解釋為什麼 但是你先把它記下來 這個叫正號區 那請問你 正號區 然後這個是土和和界對不對 有點像那個南北韓的那個 那個叫幾度線 38度線 欸 這個北韓如果是正號區 那南韓就是什麼區 就是負號區嘛 就是有點讓我們知道的 南北韓的那個對不對 所以來這邊叫什麼區 這個叫負號區 那現在我要同學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請問你可不可以很實覺的解釋 我們先不要太數學 能不能解釋說為什麼這個點帶進去會大於零 為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 沒有沒有 那這個點在第二項線喔 這個點在第二項線喔 他帶進去也大於零 在哪裡 斜邊之上 斜邊之上 面 面之上 在左邊 在左邊 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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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先從右往下 右往左下寫的話 在左邊就是這裡 好來 我覺得同學都有講到那個概念齁 來我現在跟你講齁 同學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來這邊畫一條水平線齁 就這樣過來 然後這邊一個箭頭 仔細聽齁 我們現在把這個觀念齁解釋一下 來這裡有一個點 這樣可以齁 這裡有個點 這個點我把它圈大一點 一個點齁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齁 s加y-2 等於0 我把它寫成 s加y 怎麼樣 等於2 好 那現在同學 我猜你剛才的意思是這樣 所有人看我這邊齁 欸 看我這邊 這一個點齁 這一個點 這個點 他會讓s加y等於2 對不對 對還是不對 知道我在講話 這一個點 這個點不是誰 你不知道 但是反正這個點的座標 帶進去 會讓s加y等於2 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點就在這條直線上 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齁 我現在把這個點往右 往右跑 把它往右邊拉 讓這個點去做平移 請問你這個點 跑到這個地方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其他人才會回答我這個問題 這個點從這裡 跑到這裡 什麼東西改變 它的s座標 變怎麼樣 這個點 走到這裡 這個點 欸怎麼樣 喔我寫錯了嗎 那裡02 沒有啦 我跟你講這個 不對啦 我跟你說 你眼睛可能有什麼問題 我跟你說 02 對不對 這個02 是在這裡 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忙碰到嗎 來 我再講一次喔 這一個點 是不是會讓s加y等於2 對 然後你把這個點 讓它往右移動到2 3這個地方 在往右移動的過程裡面 座標發生什麼事情 s座標變怎麼樣 變大 y座標沒有變啊 對不對 它的s座標變大 來把它寫大 它讓s變大 好 那你看喔 這個點 s加y等於2 那你讓s變大 那s加y就會怎麼樣 就會大於2啦 這不是廢話嗎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同學剛才是不是這意思 懂不懂 我再講一次喔 這個點 s加y是不是會等於2 那你讓s變大 把這個點帶進去嘛 對不對 你讓s變大 那s加y就會怎麼樣 就會大於2啦 這很直覺嘛 知不知道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想喔 來 看我這邊 你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看我這裡 看我這裡 來 請問你這個點 是從這個點 往上跑對不對 請問這個點有沒有 讓s加y等於2 有 那往上跑的話 誰會變大 y變大 y變大 所以來寫一下 它的y 會變大 所以 本來s加y等於2 y變大 s加y就會怎麼樣 就會大於2啦 所以你現在把這個點帶進去 會大於0 對不對 他這個叫正後區 就是廢話 這裡的每個點都是一樣的 這樣你懂不懂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來 那我問你啊 為什麼00帶進去會是負的 為什麼 如果有人要你解釋 你怎麼解釋 為什麼00帶進去會是負的 因為 他是 來你看喔 他往這邊跑對不對 來 往左邊跑 請問你喔 這個點帶進去 s加y會等於2 但是你這個點往左邊跑 誰會變小 s會變小 s變小 s加y就會怎麼樣 就會小於2了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負後區 你聽懂這感覺嗎 大家也懂對不對 好 我花了那麼多時間講這個 到底聽不聽了 我在講什麼 來 我讓你在畫另外一個圖 另外一個圖 一樣畫在他的旁邊 來我等你喔 這一定要講清楚的 另外一個圖是這樣 4x加y然後加2等於0 我們先從國中的東西開始 來我等你喔 寫上去 慢慢來 好高中三年 我把這個東西學 好 好 這是一條線的方程式嘛 所以我們找兩個點 來同學 我們一樣找兩個點 剩哪兩個點 你說 我們的習慣阿 就是通常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找結句嘛 另x是0 來 y是多少 -2阿 所以請問你 他的y結句是多少 -2喔 記得嗎 那如果另y等於0 來請問你 x是多少 為什麼不理我 y如果你要等於0 x會等於多少 2阿 所以他會通過20喔 1 2 他會通過20 還有通過哪一點 0-2 0-2 在這邊 然後拿出你的尺 尺知道嗎 把你的尺拿出來 把它連起來 等你阿 快點 慢慢講 一定把它講清楚 我個人是習慣看右邊跟左邊阿 你們小時候可能不知道 欸你知道德國以前沒有統一嗎 德國以前有分東德跟西德知道嗎 中間隔著一個什麼圍牆 哎呀你們太聰明了 柏林圍牆 阿南北韓也沒有統一嘛對不對 就是 上面中間有隔一條那個 38 38 所以現在同學請看那邊喔 我現在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等一下你會有不同的感受 來請靠我這裡 我在這裡 右半平面上我找一個點 來這個點叫做誰 3 到點0 來不要聊天喔 然後左邊這裡我找一樣圓點喔 好注意喔 這個圓點是很重要的點喔 叫做0 0 我現在要做一樣的事情 我現在把右半平面這個點 30把它帶進去看會發生什麼事 3帶進去 來這裡是-3 加上0 加2 欸請問你 -3加2是-1 所以它會怎麼樣 小於0 Share 發生奇怪的事情了 你有注意到嗎 然後如果你把0帶進去 這裡會變成-0 再加上0 再加2 會怎麼樣 會大於0 這個時候你好像突然間 就有一點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很奇怪 老師你剛才不是說 右半平面上的點帶進去 都會大於0嗎 這個叫正後區 可是以這一條線來講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30帶進去 欸是負的耶 簡單來講它的右半平面是什麼區 剛好倒過來了 它的右半平面是負號區 來寫上去 它的右半平面是負號區 它的左半平面變成什麼區 正號區 來寫上去 來寫上去 趕快寫 趕快寫 不要聊天喔 其實這很難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這很簡單 因為有些學生 他只是用背的 就你懂嗎 有些學生他只是會解題而已 你叫他解釋他是不會解釋的喔 可不可以問同學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30這個點帶進去會是負的 如果要你解釋這件事情 你會不會解釋 其實你們可以解釋啊 30這個點其實是20這個點 往哪邊移動 往右邊移動 一個單位對不對 往右邊移動的話 請問什麼座標會變大 那我投學你看這邊喔 本來-s加y加2是不是會等於0 這一個點 這一個點帶進去 是不是會等於0 請問你 你的s變大 但是你前面是負的 s變大 但是你前面有個負號 代表你現在減的比較多 減的比較多 他就會變怎麼樣 變小了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本來這個點帶進去是等於0 可是為什麼這個點帶進去會變小於0 因為這個點在右邊 對不對 他的s座標比較大 s座標比較大 但是你前面有個負號 負的比較多 所以他反而會變小 這樣你聽懂嗎 所以他變成小於0了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大概懂這意思對不對 那現在要講數學的部分喔 大概這個都會直覺喔 沒有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東西還好啊 我現在把這東西講完這節課就結束 你要再等待大概5到10分鐘 來看我這邊 你把這個圖畫上去 我講比較理論的東西給你聽喔 加油齁 A 這裡有一條線 來這條線叫做 AX 加上 BY 加上 C 等於0 然後我要強調 這裡的A跟B 都怎麼樣 都不是0 三公子 谢谢大家